从来不染发的胡锦涛之字胡海丰 或迎来试图大转机 港媒今日报道称 胡海丰果出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 香港南华早报3月11日报道引述三位消息人士透露 胡海丰有可能成为新一任西安市委书记 并同时成为陕西省委常委 谨升为副部级官员 其中一个消息人士称 西安已经在为胡海丰的上任做准备 胡海丰将得到省内高层领导的支持 今年2月27日 亲北京的媒体多位曾放风 福建组织部部长胡昌生出任厦门市委书记 该职位空缺 胡海丰有望跨省不缺 在出任该职位的同时 谨升省委常委 积身负不及 但南早的另一位消息人士称 胡海丰的这一任命 最近发生了变化 报道认为 中共这次调升胡海丰到西安工作 是希望他可以稳定局面 而胡海丰如果通过其政治生涯的首次重要测试 将可擦亮他的名声 报道引述历史学家张立凡的说法指 胡海丰调任西安工作 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 在面对海内外挑战的局面下 安抚胡锦涛支持者的举动 张立凡所说海外挑战 指的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 但报道认为 到西安工作对相对缺乏政治经验的胡海丰来说是艰难的任务 胡海丰必须证明他能够胜任 因秦岭违建别墅案 去年以来山西官场有大批官员被调查 其中包括山西前省委书记赵正勇 山西前副省长冯协助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魏明州 山西省政协前副主席助助理 以及山西省委前秘书长钱隐安 西安市长上官及庆 西安市前政协主席成群力等被调查或被讲及 按照中共惯例出现他方的官场 外调官员不缺救活已经是常态 胡海丰在出席中共人大会议预备会议 当被问及是否即将调任上述职位时 回应称与两会无管的问题数不作答 但对问及胡锦涛健康时 胡海丰称 挺好的 挺好 以休息为主 他还指记者的闪光灯把我的眼睛凉瞎 现年46岁的胡海丰 是中共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 他曾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 郑廷吉 2013年5月开始从政 挂职嘉兴市委副书记 2016年3月任嘉兴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18年7月转任李水市委书记 而外界认为 习近平早有李水之战 安排胡海丰别有深意 显然是过度 胡锦涛是习近平的前任 在中共十八大上级第二年的中共两会上 胡锦涛把全部权利移交给习近平 习近平曾因此公开称赞胡锦涛 外界认为 中共十八大后 胡习结成联盟 共同对抗政敌 至于胡海丰多次传闻升任负不及 但都未能实现 不知是否与其在担任清华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董事长期间 该公司涉嫌海外行贿案有关